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八条 只让人顺服他 而不是顺服真理 顺服神 二 三 接触异性时的态度与表现 第三条是日常生活中 接触异性时的态度与表现 这是活在人群中的每一个人 都要面临的问题 不管年龄大小 这涉及到人性的哪方面呢? 尊严 廉耻 作风 有些人把与异性接触这事 看得很随便 觉得没做出事来就不算什么 有点想法流露点邪情私欲 都不算什么 这是不是正常人性该有的思想 是不是正常人性的标志? 你到结婚的年龄了 接触异性 想谈恋爱 那就正常地谈 没人干涉 但是有些人他不谈恋爱 看到一个对眼的就勾搭两天 见到众议的对心思的异性 就开始卖弄了 怎么卖弄呢? 洗眉弄眼或者说话腔调也变了 或者做一些动作 说一些俏皮话显露自己 这就叫卖弄 平时他还不这样 当他有这些表现流露的时候 保证身边有一些 对他心思的异性 这类人是什么人? 要是说他作风不好 男女界限不清 他也没做什么事 有人说这是轻浮 换个词说就是不自重 轻浮的人不懂得自爱 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 有这些流露 但他没影响尽本分 没影响完成工作 这算不算问题呢? 有些人说 没耽误追求真理就行了 这是有什么可讲的? 这涉及到什么了? 人性的廉耻 还有尊严 人性里少了这两样东西不行 就够不上正常的人性 有的人挺有信用 做事也挺认真负责 挺下功夫 没什么大问题 但就是在这方面不当回事 你勾搭异性 你勾搭异性 这对人是造就还是伤害呀? 万一人家恋上你了 你该怎么办? 你说 我没那意思 没那意思 你还勾搭 这不是玩弄人吗? 这叫坑人啊 有点缺德 这样的人 人性品质不好 另外 你不打算谈恋爱 又不想正经处对象 你还对异性挤眉弄眼 卖弄风趣幽默 嫌你有风度 玉树临风 嫌你美丽 你卖弄这些是什么意思? 这带点勾引的意思 勾引这个行为是高尚还是恶劣? 恶劣 这就没有尊严了 在这个世界上 哪类人能勾引人? 妓女、淫妇、流氓 这些人不懂得廉耻 什么叫不懂廉耻? 就是不要脸 什么明洁、羞耻、荣誉 还有尊严、名声 这些他都无所谓 这样的人到处卖弄勾搭 他觉得勾搭一两个太少了 勾搭十个八个也不嫌多 要是有几千上万 那才高兴呢 有的女人结婚 有两个孩子了 别人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 他怕一说自己结婚了 明花有主了 勾搭别人就成功不了了 对别人就失去勾引力 诱惑力了 所以他就不敢公开 这是不是不要脸 人性里如果有这些东西 算不算正常人性? 这就不是了 言外之意 就是你有这样的人性 你有这样的行为 那你这个正常人性里 就少东西 没有廉耻尊严 有些人一到异性跟前 就开始捋头发正衣服 再不就是擦烟抹粉 一个劲儿地打扮 目的是为什么? 为了勾引人 这是正常人性里 不应该有的东西 能这么勾引人 还没有感觉 觉得这很正常 很常见 不算什么事 这就是没有廉耻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都不知道 有的人 如果给他一万块钱 让他赤身露体 在大街上走一圈 他都愿意 这是什么人 没有廉耻 为了钱 什么都能做 不懂得廉耻 就是明洁 人品 廉耻 尊严 在他来看 不算什么 没价值 他觉得 还是能卖弄 勾引人 是本事 能让更多的人 青睐 追求他 才有享受 这是女人的 最高荣耀 他宝爱 他宝爱的是这个 他不宝爱 尊严 廉耻 不宝爱 人品 这人性 好不好 你们有没有 这些表现 也有过 那能不能 节制 是多数时候 能节制 还是少数时候 能节制 有没有自约能力 能自约的人 这是有廉耻心 人都会有一时冲动 一时放荡的时候 但放荡时 又觉得 这样不对 丢人 得赶紧回头 不能再这么做了 以后再遇到这类事 就能管住自己 你的人性里 如果连这点自约能力 都没有 那让你实行真理 你能背叛什么 有些人 有点长相 异性总追他 追他的人越多 他越觉得 自己有资本卖弄 这是不是危险 那这种情况 怎么办 这真是祸呀 就得躲 你不躲 说不定哪个人 就缠上你了 在没缠你之前 你就得躲 这叫自约 能自约的人 有廉耻 有尊严 不能自约的人 谁勾引他 就能被勾走 谁追他 就能上钩 这就麻烦了 另外 他还刻意地 卖弄打扮 穿什么衣服 更帅更美 更漂亮 他就专门穿这个 天天穿这个 这就危险 这就是有意识地 勾引人了 如果你穿这件衣服 看着太显眼 太能勾引人 那你就得背叛肉体 放弃这样的衣服 你要是有心智 就可以做到 你要是没那个心智 打算找对象 就找一个 两个人就正常地交往 别勾搭别人 如果你不打算找对象 还总勾搭别人 这叫没有廉耻 你得清楚 自己选择的是什么 你们能不能守住原则 有这个心智 有这份心智 就有这个劲儿 有这个动力 这就容易守住 有些人天生就正派 另外信神之后 追求真理走正道 他就没有那份心了 谁勾搭他也不搭理 有些人对这事就敏感 有些人就不搭理这些事 有些人好像也有那个心智 但是到底有没有 自己也不清楚 对于异性交往这事 你就得正确对待 重新审视 把这事列在正常人性的 尊严廉耻里 没有廉耻跟没人性 有什么关系 可以说 没有廉耻就是没人性 为什么没人性的人 都不喜爱真理呢 为什么说人具备了人性 就能达到追求真理呢 你们说 没有廉耻的人 知不知道什么好 什么不好 那他做坏事 抵挡神 背叛神 违背真理 心里有没有责备 他的良心不受谴责 他能走上正路吗 能追求真理吗 脸皮厚 没有廉耻的人 麻木 对正面事物 反面事物 对神所喜爱的 神所验憎的 他里面分不清楚 所以 神说让人做诚实人 他说 说句假话 怎么了 说假话 也不丢人呢 没有廉耻的人 是不是能说出这话 有廉耻的人 如果没做诚实人 被大家看见了 他的脸是不是发烧 内心是不是不安呢 没有廉耻的人呢 什么做诚实人 什么别人怎么看 在别人心里 是什么身价 有没有分量 无所谓 他不在乎 那他还能追求真理吗 他说完谎之后 你问他 内心平不平安 有没有控告 他说 什么叫平安 什么是控告啊 怎么那么多事呢 他没这些知觉 这理智不健全 能跟随神吗 能追求真理吗 他不追求 就是在他那儿 正面事物与反面事物 真理与违背真理的东西 没有界限 都一样 反正大家都可以出力 都可以尽本分 都能付代价 这就行了 这些事没有区别 做了抵挡神的事 没有责备 做了违背真理原则的事 没有责备 做了损害他人利益的事 没有责备 做了搅扰教会工作的事 也没有责备 什么责备都没有 这是不是没有廉耻啊 没有廉耻的人 对这些事不分辨 就是为所欲为 怎么做都行 不需要用真理来评判 所以没有廉耻的人 是没法明白真理 实行真理的 这就是没有廉耻 与没有人性之间的关系 那你们怎么说不出来呢 你们就认为 你讲的这些跟真理 没有太大关系 离得挺远 这些事我们平时都想透了 还用你说呀 你们觉得跟真理没有关系 那你们进入多少真理实际了 你们活出正常人性了吗 你们真成为有真理 有人性的人了吗 你们的身量太小了 这些事都分辨不清楚 还有什么真理实际呢 神家十条行政里有一条 人有败坏性情更有情感 所以配搭侍奉 一律禁止异性单独配搭 若发现一律开除 谁也不行 人是怎么对待这条行政的 有一个男性跟三十多个女人 有不正当关系 你说听到的人有什么感觉 你听完之后就惊讶 感觉震惊 哎呀 那么多不恶心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 什么感觉 就跟家常便饭似的 问他今天吃什么 米饭 问他搞了多少女人 三十来个 说话口气心态 一模一样 这样的人性还有救吗 性神也没救 说这话张口就来 怎么就不知道害臊呢 这事丢人啊 那他怎么张口就来呢 你说他还有没有廉耻了 没有了 人性里面的良心知觉 都已经麻木了 没有知觉了 这不只是堕落的问题了 没有廉耻 没有尊严的人 就不是人了 外表看还像个人 但一处事就不行了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知道廉耻 那就不是人了 这些事就谈到这儿吧 今天讲的正常人性的三方面 你们琢磨琢磨 这三方面重不重要 这些正常人性里面的东西 与追求真理脱不脱节 那这些跟追求真理 有什么关系 一个信神的人 如果他的人性里不具备 做事细心 有责任心 能够用心 不具备这样的人性 那他信神追求真理 能得着什么呢 这些年交通的真理也不少 方方面面的都有 如果人不用心 没有求真的心态去对待 什么事都是凑合 都不求真 这样能不能达到明白真理 有些人说 我达不到明白真理 我就记住这些道理 这些术语不就行了吗 这样最后能不能得着真理 你不具备这样的正常人性 你的人性里不具备这些东西 就是对待事物 没有求真求戏 认真负责这样的态度 那真理在你那儿 就都成道理口号 都成规条了 你得不着真理 因为你明白不了真理 还有你对个人生活的环境 规律方式这些都管理不好 那对于涉及真理的 方方面面的原则说法 你能进入吗 你进入不了 另外人活着 对待正面事物得喜爱 对待反面事物 邪恶的事物 人在内心深处 得有验增 反感的态度 这样才能进入一些真理 就是你追求真理 得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端正的心态 你得是个正派的人 严肃的人 这样的人才能得着真理 如果人没有廉耻 做了多少邪恶的事 做了多少背逆神 违背真理的事 心里麻木 没有知觉 也不当做一回事 这样真理对你来说 还有用吗 什么用也没有了 真理在你身上 起不到作用 不能约束你 不能责备你 不能主导你 也不能给你指明方向道路 那你就麻烦了 一个连廉耻都没有的人 怎么能明白真理呢 一个人能明白真理 首先他心里 对正面事物 反面事物得敏感 只要听说或接触 反面事物 邪恶的事物 他心里就反感 自己要是做了这类事 会害臊不安 对于真理 他心里喜爱 能接受到心理 用真理约束自己 也能扭转自己 不对的情形 这是不是正常人性 该具备的 具备了这些 人追求真理 是不是就容易了 要是这些东西 人都不具备 说追求真理 那就是空话 心里缺少正面的东西 怎么能行啊 正常人性里 具备了这些东西 真理在你里面 才能生根 开花 结果 才能产生作用 当你明白真理了 当你明白真理了 就能改变你的思想 约束你的行为 你败坏的心思 就越来越少了 这才是真实的变化 今天所讲的这些 这些正常人性的表现 你们具备多少 还差多少 你们都具备什么 具备廉耻 具备廉耻 这点不错 有廉耻 这是起码该具备的 还有什么 对待人事物 你们有没有一个 求真求戏的心理态度 我看你们做什么事 都是吊儿郎当 懒懒散散 皮皮塌塌的 看到你们做的那些事 我心里都上火 你们自己能不能意识到 这些问题 意识到这些的时候 心里着不着急 着急 怎么着急的 说说 刚才听完神的交通 就觉得自己 没什么人性 对待本分 对待生活中的事情 就是一个 满不在乎的心态 离神的要求标准 差得很远 有点害怕 人性缺少太多了 是吧 觉得信神多年 听了不少真理 结果连人性 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有 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 有些人懂点技术 但他做什么都是土样子 都是次品 够不上标准 他就不考察先进的做法 标准的做法 这脑袋 这脑袋是不是太落后 比如说 让他安装门 他就说 我们当地安的门 多数都是单扇门 你那小地方不是标准 你看看大城市那些商业的 住宅的门 都是什么样式的 再根据实际情况做 可他张口就说 我们那地方就不做双扇门 咱这个地方也没那么多人 人多也没事 挤着劲呗 别人说 挤着劲 时间长了 那门框都挤坏了 跟你商量商量 你这次破例做一个两扇对开的门 行不行 他说 不行 就做单扇门 不能做双扇门 我懂技术 还是你懂 我懂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你就得听我的 让他根据情况做 他不听 非要做小门 这不坑人吗 让他在里外间中间 做个玻璃隔断 透着光 不让房间空间变小 他说 安什么玻璃呀 安玻璃那不是泄密了吗 不安玻璃 就这两扇门就行 我们那地方都是这种门 他总拿 我们那地方 我老家 我学过技术 这些来压别人 那是真理吗 对待外面的事 就这种态度 这人性里 少什么东西 少理性 理性里具体 少哪类东西 少见识 他总觉得 自己那个地方 什么都是对的 什么都是最高的 什么都是真理 这理性 这理性是不是差呀 正常的理性 应该是什么 他会说 我做这么多年活 建的也不多 我们那地方 都做这样的门 那看看人家 都做多大的 咱按照人家 那个做 地方不一样了 做这个活 也应该换换样 这是不是理性 那他有没有 这个理性啊 没有 这就是没理智 最后怎么办 就得反攻了 反攻 这是不是损失 是损失 这类事 多不多 多 这个人 他就死降 降到什么程度 谁说都不听 连我说的都不听 还跟我顶撞 我说 你必须得换 不换就不用你了 他竟然说 不用我 我也得做这么大的 这是什么性情 这是不是正常人性啊 这不是正常人性 那这是什么人性啊 我看 有点像畜生 就像牛可乐的时候 他不管车上 拉多少货 拉多少人 他只要看到水坑 或者河 拉着车 直勾勾的就去了 多少人都拽不住 这是动物 人是不是 也有这种性情啊 人有这性情 就不是正常人性 这就很危险 他找个理由 就把你的否了 找个理由 就不听了 特别余玩 就日常生活中的这点是 你都没有一个虚心接受 能够听取别人意见的态度 没有学习的态度 你怎么能接受真理呢 怎么能实行真理呢 大家都说 做双扇门合适 就这点你都达不到 这都谈不上 是实行真理 只是个正确建议 你都不听 要是涉及到真理的 你能不能听 同样不会听 具备这样的性情 他就听不进去 这就很麻烦 人性里连这样的理智 都不具备 还能实行什么真理 每天忙活那点事 都是为谁做呢 全是按自己的喜好做 按自己的私欲做 人每天对待 所有日常生活中 发生的人事物 就是这样的观点 我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怎么想就怎么做 我怎么认为就怎么做 这叫什么 终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心里那么恶 那他做事呢 有没有思想的都是恶 做的事还都是合真理的 这不对 这就矛盾了 思想的全都是恶 出发点全都是恶的 做出的事 起码是不被纪念的 不被纪念的事 有些就是打岔搅扰 有些是搞破坏 有些就是凑合 要是叫真的话 就得被定罪 就是这么回事 有些人的心里 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 让人感觉很恶心 他们有点恩赐特长 或者有点手艺 有点才干 会一项特殊的技能 信神之后 他们就觉得 自己是高贵的人了 这个态度对不对 这个观点怎么样 这是不是正常人性 思维里的东西 不是 那这是什么想法 这是不是没理智啊 他就认为 我会这点手艺 就比一般人高了 在神家 我比一般人都强 我是男性 具备手艺才干 又会说又有本事 在神家 就是佼佼者 就是香伯伯 谁都不能对我 指手画脚 谁都不能领导我 谁都不能指挥我 做什么 我有这个技术 我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不用考虑原则 我怎么做都对 怎么做都合乎真理 这观点怎么样 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不占少数 到神家来卖弄了 他们用自己的特长技术 在神家尽本分 这可以 但如果是为了卖弄 这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叫卖弄呢 他把信神的人看得很傻 什么也不是 这是不是思维出问题了 这是不是理性有问题 事实上是这么回事吗 信神的这些人 真的什么也不是吗 那他为什么这么看 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是不是从外邦人那儿学来的 他就认为 信神的这些人 什么也不是 都是家庭妇女 家庭妇男 都是农民 是社会底层的 跟大红龙一个看法 他认为 信神这些人 都是没本事 在社会上吃不开 无路可走 没处投靠 才来信神了 他觉得 他有点能耐 懂点业务 会议方面技术 在神家是人才 这个想法对不对 不对 不对在哪儿 他认为 神家没有高人 他会点业务 就想掌权说了算 这样的人 有没有 你们身边的 你们熟悉的 或者认识的人中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一部分人 会某方面技术 让他做个组长 或者负责人 他就觉得自己当官了 在神家 他说了算 谁都没有 他为神家利益着想 谁都没有 他维护 神家利益 谁都没有 他忠心 他什么事 都想管 都想参与 但什么事 还都管不好 也不寻求 真理原则 甚至我说的话 他都不听 这样的人 有没有 这样的人 有 他打着 会某方面技术的旗号 谁都想管 就想当官 比如 弟兄姊妹 做的事 不合他的意了 他就说 得管管这些人 太不像话了 信神的人 有什么问题 得交通真理 这不是军营 得实行军事管制 教会里的事 得通过交通神的话 让人明白真理 才能解决问题 不接受真理 任意妄为 可以对付修理 对死活不接受真理的 才可以管制 有些人 做了负责人 或者做了带领工人 明明自己 没有真理实际 他还总想在 神家掌权 说了算 这些人 有良心理智吗 他只是懂点 业务技术 丝毫不明白真理 就觉得自己 有用了 有能耐了 在神家 比一般人强了 就像占高位 在教会 为所欲为 自己一个人 说了算 他不寻求真理原则 就想按着自己的意思 喜好做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不是敌基督性情啊 这样的人 有没有正常人性的理智呢 丝毫没有 正常人性方面 就交通到这儿吧 如果他们有关 él 也不想让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